好 怎么办 下面来继续 咱们刚刚呢 通过 要的 完成了担任 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 你的这个成就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它是一个假的担任务 一定是并发 怎么理解呢 因为你当前是一个进城里边的一个县城 你拿着这个县城 去做这里边的东西 做完了再回来 再进去 做完了再回来 再进到这 做完了再回来再进到这 没错吧 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多 也就是说 同学们 如果我接下来有一百个任务 你这个地方你就得定义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的函数 你接下来在函数里边有个业要的 接下来创建这些生成器 你接下来想方设法去通过Nest去掉 就那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 此时 你的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任务的分配者 而这个任务去掉的时候 你只要通过Nest 是不是就掉进去了吧 好了 对核心的就这一点 有一个问题很明显 是什么呢 我每次我都得手写这端烂啊 是吧 我得写端去掉到他里边去 然后他直接完了我再掉到他里边去 能不能不写 他就能够 能不能不那么麻烦 他就能够掉进去呢 当然 可以实现 来 看他们的课件 升级方式 用Greenlight来替换药的 就是你明白那个实现 核心原理是用药的实现就行了 那么用Greenlight以后就可以替换药的 就不要用那个药的来实现多任务了 那药的怎么用呢 如果你要是在Python3里边 没有Greenlight这个东西 那么首先需要安装 PIP3 按到Python3里边 PIP按到Python2里边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地方要注意 PIP就是 没有3按到2里边 有3才按到3里边去 安装完之后 你接下来可以用了 那怎么用这个东西呢 这个程序啊 咱们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都不给大家写了 了解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fromGreenlight importGreenlight 接下来你怎么能呢 你调用Greenlight 其实这个是个类型 你调用Greenlight的时候呢 你指定Test1 或者是Test2 这个函数名的引用方式 它的返回值 就是一个Greenlight 这个对象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是返回值 就是你安装了这个Greenlight之后 你可以用它 它返回值 就是一个对象 这一个对象 和咱们刚刚自己生成的 这个生成器对象 有点类似 但是它里边进行了封装 也就是说 Greenlight这个类里边 对Yeld进行了一个 简单的封装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简单言之更高端 高端的什么样子呢 你这里边尽管写 普通的函数就行了 不用再出现Yeld了 那么将来 你通过这个 创建了一个Greenlight的对象 你通过这个 也创建了一个核心点 也就是说 它是拿着生成器对象 又再次封装了很多东西 那么你Gr1就是这个 这个点Switch 那啥意思呢 切到这里边去运行 它就在这里边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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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当你运行到Gr2的时候 它就切到这里边来指向 当它在这里边又遇到1的时候 又切到这里边去指向 遇到2的时候又切到这里边去指向 它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不一样在哪 在这个地方是我通过这去调用你 你指向 你执行完了之后你回来 我再去调用你 你执行完了再回来 我是不是带你去调用他 是不是相当于 他起了一个管理的作用了吧 但是呢 咱们通过这个Greenlight之后 最简单的一个实现方式就是 咱们只要跳到里边去之后 是不是他们俩之间 是不是可以直接这么来回切了吧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从这里边切到这 如果还有一个呢 我得切那个 那个得切那个 都可以 都可以指向 他们要切进 这个地方呢 它都是单线程 最多只有一个任务在做 无非是让这个任务可以先暂停 我再去执行另外一个 我再让它暂停 我再执行这个 你们发现 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了吧 好了 最终实现多任务 接下来这一句话 Greenlight能实现多任务 不一样在哪呢 不一样就在于 你通过这个对象 通过这个类 创建出一个对象来 这个对象 的Switch 替换了咱们语言了 是不是要用了这个Nest吧 道理还是一个道理 那么咱们简单验证一下 这个程序 能否执行 好了 怎么到了呢 因为咱要粘贴 我不想对齐了 十三 使用Greenlight完成多任 点P1 好了 打开 右击 粘贴 Control S保存 保存 或者说退出 那么在当前呢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哥们了吧 VIM13 来13 咱们打开看看 是咱们刚刚粘贴过来的那个代码 没错 好了 接下来Python3 实际你看 他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是因为什么呢 请问他们这个怎么解 Python3里边 讲了咱们打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前面 是不是必须要用这个 Crow 是不是给它扩起来 对 我这个地方 原来是 弄了个Python2 Python3 给它扩起来 来 大家看 是不是和咱们刚刚写的那个 用EL的实现这个任务 基本上是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 Greenlight对咱们的EL的 进行了个简单封装 将来你想要写一个任务的时候 不用在这个函数里边 再写什么EL的了 听懂了吗 直接换成Sweet 你写谁 切到谁里面去 因为GRE和GR2 这个东西呢 是全局变量 请问我在一个函数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用啊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就随便切 好了 这与他 那么言外自己是同意吗 要的能实现 Greenlight要比要的 更简单一点 听懂我一条 不用创建生存器了 它更简单 但是呢 但以后也不用它 用什么呢 用GV 对 那么也就是说 前面的都当了解就行了 这个GV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GV用的比较多 那么GV它 它是一个什么功能呢 GV它是一个网络的 一个异步的并发库 简而言之 它里边实现并发的时候 就是采用了斜程的这个概念 用斜程来实现的 用斜程来实现的 GV呢 那么好了 如果你的Ubuntu里边 或者是你自己的电脑里边 没有GV你需要手中安装 前面加速度 没有权限的时候呢 前面加速度 速度控格 PIP3控格install GV 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了 那么这个GV是怎么用的 第一步 导入GV 第一步导入GV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方是干了一下什么事 这样的吗 我把这个代码给大家拿过去 这个代码呢 很简单 我给大家拿过去 咱们布写了 这个14 比如说 使用GV GV 实现多任务 PY 好了 来 Ub 拿过去 保存 加来咱们去读一下 这个代码 加来咱们读一下 这个代码 很简单 就这么几行 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怎么执行的 第一步 第一步导入GV 接下来定义了函数 听懂了吧 就一个普通函数 甭管它 接下来 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呢 GV 里边有个Spoil 通过它 就相当于下了个卵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我看 咱们 来 百度 应该就是翻译 点百度的看 然后呢 翻译点百度的看 那么这个是怎么写的 Spoil Spoil S怎么写 Sp Spa Spa 你看 这个Spoil 你看它的翻译过来 是不是有大的什么 鱼卵 什么什么的乱七八糟 是这样的吗 它为什么取这个 发明人的问题 不和他没关系 简而言之 你通过GV 它某块里面的这个Spoil Spoil还是Spoil呢 怎么读这个 然后这个 Spoil Spoil 那么通过这个Spoil 接下来创建出一个对象 最低了 这个对象 其实就是一个Greenlight 你也可以通过它来实现多任务 那么 你看咱们刚刚说过了 通过Greenlight 是不是可以实现了吧 什么什么 这条Switch就可以切换 那么GV 它里边拿着Greenlight 进行了Safe封装 简而言之 Greenlight Greenlight 拿着 要的封装 那么GV 它是拿着Greenlight 这次的封装 听懂我意思了吧 言言之一 说你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直接用锦衣文 那么GV 创建了Spoil 这个哥们 第一个参数 指定 我将来的这个协程 或者是将来的 我这个任务 去哪执行 到这个里面去执行 需不需要给它传参数呢 你想要传参数 我这个地方去写 你不想传 我这个地方没有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不写吧 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我创建了个任务 接下来要到这里去执行 我又创建了个任务 又到这里去执行 我又创建了个任务 到这里去执行 那么他们在创建 在执行6 7 8 就789 在三行的期间 他是否会执行呢 他不会执行 他并不会执行 什么时候才会执行呢 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个东西 怎么验证 谁先执行 谁先执行 简单人家怎么做 1 YYP 然后P 然后在这个地方P 接下来我这个地方 WWW 换成2 换成3 换成4 咱就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之前吧 那么至于这里边打印的 GWINTAGATE CURRENT 就是当前是哪一个 SPPORT这个对象 去调用的这个哥们 能理解吗 代码是同一个代码 但是有多个 如果你想更好地去 别去纠结这个问题 很简单 Y 我负的一份 大家看什么功能 P 再负的一份 什么功能 我这个地方叫什么 比方说叫F1 这个叫F1 这个叫F2 这个叫F3 那么我将来 我再去生成这个 GWINTAGATE CURRENT 这个对象的就是F1 F2 F3 能听懂我意思了吧 这种不乱了吧 你指定同一个函数也可以 那么这种方式也可以 没问题 好了 定一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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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甭管它 接下来打印 一定是先打印1 接下来 这个哥们 请问 是不是也就指定了 是不是这个F1 F1这里边 是不是一定有打印一个东西 咱就看看是2先打印 还是这里边的东西先打印 听懂我意思了吗 来看一下 谁想打印 1234 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先打印了吧 那么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同学们其实就有一个问题 大家是否注意到 在这里边 如果在GVENT里边 在这个Greenlight里边也行 在YELT里边也行 只要我有一个延时 会怎么着 你不管是YELT实现也罢 还是通过Greenlight也罢 只要这里边 只要有延时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也就是说 这个延时延完了之后 我竟然是不是还会做其他的事情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这就是产生的问题 你甭管所有YELT也罢 是通过Greenlight也罢 万一我Sleep了100秒 那不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卡100秒 这个是不是就不会再执行呢 在100秒的期间就不会执行 那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多认为 多认为是怎么的呢 你延时了这100秒 这100秒我也可以利用 听懂我意思了吧 但是你只要是通过协程 你延时了通过YELT也罢 通过Greenlight也罢 你只要延时 整个程就全卡 听懂我 想说明意思了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欠了个问题 那么我怎么充分利用这个时间 也就是说他们 Greenlight已经实现了 为什么还要用GYELT 因为GYELT里边有个特点 遇到了延时 他就切换 他没有遇到延时 他就不切换 好了 他们看这 记着我这句话 遇到延时操作 什么叫延时呀 你可以理解为耗时 比方说 我这个代码需要5秒钟 我这个代码需要30秒 这都叫延时 来看这 导入了GYELT 定一个函数 定一个函数 定一个函数不管 接下来第一句 打印了 创建个对象 请问到里边执行了吗 没有 你创建成功了 但是不会到里边执行 接下来第二个 打印了 又创建一个 第三个 又创一个 第四个打印了 接下来执行GY GY.join 什么意思 等待GY执行完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整个程序是单线程的 一定是单线程 我单线程卡到这了 请问我卡到这 我能不能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你竟然不是等到GY运行完吗 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 OK 这就是基因运团的一大特点 什么时候开始切换任务 遇到了延时套路 请问这个是不是延时套路呀 那么他接下来就会这种切 切到哪里边去呢 他自己去管理 你只要接下来有一个延时套路 他就整体来看看你刚刚到底创了几个这个对象 你创了几个对象 他接下来自动去运行这些对象 听懂意思了吧 运行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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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个期间呢 自己去切换 最终呢 实现了多任务 最终的实现多任务 好 咱们看这 咱们最终再看一下 最后的结论 运行出来 最后的结论的现象 或者什么呢 走 这个值你没发现 green light at 什么什么东西 请问 是不是就验证了 咱们刚刚打印出了那个 那个 这个 我把这个代码打开啊 咱们刚刚在这个位置打印了他 请问是不是就验证了 是不是刚刚是不是就是一个green light的对象啊 也就是说 你这一话实际上就是创建了green light的对象 啊 那么 最后我穿了个五 是否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五啊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循环五次啊 我穿了个五 这个地方是不是循环五次啊 我穿了个五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循环五次啊 咱就看一看啊 咱就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他到底是怎么实现 这个值和这个值 以及和接下来的 就是这个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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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 请问 这五行说明了什么 这五行说明了是一个协程里面 把这个循环 是不是先自清反了呀 你接下来你再去看这个的时候 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这五行 是不是又像同 但是这个值确实是 是从零 是不是已经加到四了吧 对后是不是又是一个这个啊 其实这就很尴尬 你说他是多任务呢 你看啊 确实实是一眨眼 自行完了 但你如果说他不是多任务呢 其实他也不是多任务 最好的情况就是出现一个这个里边的一个零 出现接下来的这个里边的一个零 出现一个这个里边的零 就是这三个零一起出现 一起出现 一起出现 请问是不是还能够更好的 更有充分的说明了 这三个确确实实是不是一起在执行的吧 对吧 但是你先把这个执行完了 你再执行完这个 你再执行完这个 不和你这个结果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么多 对吗 严个十 咱们是不是就能提前出来了 来 严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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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说明了他并不是多任务啊 你没发现是不是都是你看 是不是都是一个个一个个 是不是一个个出来的吧 那这就和你刚刚说的东西有点违背啊 我说过一个特点 只要是有延时操作的地方 他才会签换任务 没有延时他不签换 但是你明明加了延时 为什么不签换呢 知道吗 这一点你加了这个延时啊 不行 人家不需要你的延时 人家需要什么样的延时呢 人家是需要这样的 Geevinter Deer Sleep P P 不要了 这个也不要了 好了 请问是不是延时啊 有了 来咱们再看看 懂 请问这是不是多任务 再执行点 0 12 34 请问是不是一起打印的吧 这就是多任务了 那这个程序他到底是怎么执行 同样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开始啊 看着 当我导入这两个模特的时候 我不关心他导入什么 不管他 定义函数定义函数定义函数 不管 单一没问题 创建个对象 创建完对象之后 接下来这句话是延时吗 是不是延时 是不是耗时耗多吧 是耗时吗 比方说是要5秒 还是是要20秒 是20分钟多晚的吗 不是吧 是不是一打眼就多了 当他创建完对象之后 也就是说他已经具备了 接下来开启这个任务的能力 但是 是 这个地方并不是耗时耗多 打印不好时间呀 接下来又创建 所以说不好时间就不切换啊 所以说创建了这个 又不好时间 不切换 又创建了一个 又不好时间 不切换 好了 但我这个地方是堵的 耗时了 请问我这个县城 在这个地方是我要堵塞吧 按理说啊 我都堵到它是运行完为止 这就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时间 怎么着呢 此时急疑问的 自动开始切换 我到谁里面去执行呢 到里面去执行 好了 到里面去执行 负药金环 打印 请问这是什么 耗时 耗时的时候 他就自动切 切哪去呢 我一看还有一个呀 我就切到这来 从那个执行 执行执行到这 请问怎么着 耗时 怎么着呢 请 请问我接下来再切的话 是不是切到里面去 是不是还是有延时了吧 所以说那急疑问 在这个模块里面 自动发现 你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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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秒之后 是不是你们几个 是不是还有机会 是不是必调度吧 所以说0.5秒之后 那么接下来 你的这个急疑问 它又开始了 你延时完之后 接着开始执行 是不是又好吃啊 切到里面去 又好吃 又好吃 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 我接下来 确确实实实要延时 0.5秒 我在0.5秒的这个期间 我就把这个0.5秒 给它利用起来了 我接下来 是不是到另外一个学生 里面去做事情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原来用多协程实现 多任务的一种方式是 利用了你原来在等待 耗时操作这个期间 这个时间 是不是可以腾出来 腾闲出这个时间来 是不是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吗 这就是协程最核心的点 这就是协程最大的意义 我把我延时的操作 我利用起来 我去做别的事情 不就完了吗 最终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三个函数里的代码 是不是一起执行 就是他 遇到这个地方 他们才开启执行 当这个哥们去执行完之后 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这个是不是就结束了 对吧 当你这三个都执行完了之后 他会看看这个地方 好车好车 到了没到 到了就这样往走 到了就这样往走 那么说的更直白一点 等着在三个人 都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还有真正的 都会结束了 那么最终呢 整个进程 整个进程里面的县程 就结束了 县程一结束 协程就死了 他们说一个规律 程军营起来 咱们称之为进程 进程是资源分配的代码 谁执行代码呢 县程 一个县程 只能做一件事情 想要有多任务 那就多县程 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的情况是 我还是单县程 但是我利用的是什么 我利用的是 当一个任务 在浪费时间的时候 我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 是不是就做 其他的事情了吧 这就是协程 也就是说 协程依赖于县程 县程依赖于进程 你听懂了吧 进程已死 歇程必挂 歇程必挂 歇程必死 就这个道理 一定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 他们就有个概念 进程切换 资源相当大 县程次质 最小的就是协程 协程切换一个任务的时候 就好比调用了一个函数 它的切换的资源非常快 切换的资源 用的资源也非常小 你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最终呢 协程 理论上讲 协程效率相当快 这就是基因问题 说完了这么多之后 同学会发现一个问题 东哥 你咋知道 sleep不用time里边来用基因问题 对吧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呀 对吧 那么你一定会问第二位 那么我如果接下来 我有了网络的程序 比方说receive 请问是不是堵塞呀 receive是不是堵塞啊 UDP里面receive from TCP里面receive 是不是都是堵塞的啊 再来一个connect 是不是堵塞啊 再来一个accept 是不是堵塞啊 这些都是堵塞的东西 我需不需要换 理论上讲 同学们都得换 也就是说 你原来用到的 socket 模块里面的socket 创建 OK以后创建 用的是gwinter里边的socket 原来你用的是 gwinter 原来是用了socket 模块里边的connect OK 则是用的是gwinter里边的connect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用gwinter 一个特点 你接下来把所有的 延时操作 延时 堵塞啊 这一类的函数 统统换成 gwinter里边的东西 这么说明白了吧 那我估计你就会疯了 我的代码 已经写了五万号了 你接下来让我换 你还不如让我重构一遍 什么叫重构 推到全来 重新来 再就叫重构 重新构建这个代码 重构 如果你哪一天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老大说 小王 咱们接下来 想用那个 一文新的语言 有可能五年之后 又诞生一个新的语言 咱们想用那个新的语言 重构一下的 你要明白什么意思 把你现在所写的 所有代码 用那种新语言 从头到尾来一遍 这就叫做重构 一般不要这么做 好时好力 好多远 人也很颓废 对吧 但是一个差点是什么呢 你会学到新的知识 因为你不会嘛 不会就学 咱们 我估计你也猜到了 这么做绝对不是一种 长久之计 对吧 怎么做呢 我能不能不用手动 把time 给它改成这个 能不能你给我自己切换呢 可以 来同学们 回到咱们客家上去 回到咱们集音围图里边来 我刚刚我给大家说过了 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用的的是 time to sleep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不合适了吧 用到time to sleep就不行 我刚刚是不是把它已经换成了 是不是急 因为它里边的slip了吧 那么如果我想 接下来 我想任意的写任意代码 它接下来都可以实现 我就是写time to sleep 我代码都写好了 我能不能不改 可以 怎么做 打个补丁 把这句话写到你的代码里边去 就保证了你原来用的 socket里边的socket 没有问题 不变 你原来用的time里边的slip 不变 听懂了吗 代码不用替换 而只需要写一句话monkey.patch 想要有monkey的情况下 from即因为importmonkey 来 咱们多一下视频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要一写time 是不是就不行了 那么我接下来怎么做呢 看我这 我加怎么做 copy 14 然后15 然后这个 g g event 打补丁 补丁 点py 好了 vrm15打开 怎么做 from 那么g event 然后importmonkey monkey monkey是什么叫 monkey是什么叫猴子 就是那个猴子 monkey monkey.patch 下滑线一个o 然后你把这个monkeypatcho先执行了 接下来我即使这里边用的是 然后这个大把他删掉 来 同学们来看 是不是还是用了原来的延迟了吧 那么将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快点三 15 是不是一起在支枪 好了 原本自己是同学们 你只要把这句话抹掉 这句话只要不执行 你再看看 是不是又变成原来的单种了吧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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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个一个跑 那么monkey是怎么做的呢 简单来说什么 monkey这句话 你在调用的时候 他大体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当前你整个代码 读到某个地方去 然后把你代码里边 所有的耗时的地方 比方说receive sleep 这些所有的地方 他通通检查一遍 要是他检查到这些东西 他自己会把它换成疑问 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自己换 也就是说这一句话 保证了一件事情 你原来的代码 里边的耗时耗时都不用改 那么你还是写上time to sleep 他会自己把这些东西 自己给你改了 听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保证了最终 你再接下来去创建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里边已经不是time to sleep 已经都是谁了呢 疑问他在 sleep 那么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的好处了吧 请问他的好处是什么 他的好处是什么 你原来该怎么延时怎么延时 他自己是不是给你替换了吧 如果要是没有这句话 咱们得自己替换 是不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此最终就可以这么做 实现做任务 使用疑问 其实就可以这么做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案 更简洁 这种方案是怎么的呢 咱们刚刚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地方掉了三个招 那么如果我要是创建100个 刚才这个地方不就写100个招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那么我怎么办呢 更简洁的一种方式 你要做的任务 你该怎么写怎么写 你接下来用个 GVINT JOY ALL JOY ALL翻过来 是不是就等待所有啊 这里边需要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是什么呢 就是你GVINT SPOINT 创建出来的对象 就可以了 你把咱们刚刚手动创建的这个 这个这个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列表里边去 然后把这个列表 放到GVINT JOY ALL 这个参数里边去 那么将来程序什么时候结束呢 等待这个列表里边 所有的鞋程都做完之后 再结束当前的这个程序 能列我意思了吗 这种方式更简洁 你说对不对 我只要保证这个列表里边有东西就行了 而这种方式呢 我有多少个 我就写多少个JOY啊 多麻烦 能列我意思了吗 好了 这个就是JOY ALL 一般用JOY ALL 好 那么刚刚呢 GVINT呢 基本上其实就是说到了这些 那哪些东西是核心点 最后的最后来个东西 GVINT到底以后怎么样 就这个代码 就这个代码啊 把GVINT导入 把Monkey先导入 先打补丁 因为你不确定 接下来哪些东西要换 让它自己换 让它自己换 把这个写上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写上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就将来要放在GVINT 里边去 给引用 放在里边去 接下来你只要一指定 将来这个学生就开始断 接下来他就到这里边去 如果你又指定另外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学生也到里边去 两个学生之间互不干扰 听懂我小说什么意思了吗 接下来就可以实现多任务了 好了 这就是用GVINT的方式 对吧 来两分钟 咱们稍微懂解一下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Greenlight以及GVINT开始 啊 我刚刚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